我就在推行这个东西 各位可以看看 我有知道做什么 做这个做那个 我就讲DIY 其实就是这个 我认为我要 我示范给你看 我就做这东西 每一个科目 这是一个东西 最后我再讲一下 莫属成规 还有那个 那个 克少基球 克少基球这个 我突然 有更深的领悟了 为什么 梁公之子 要交以为 为基 梁也之子 应该要交以为球 这个奇怪 这个弓箭的这个 这个这个 做弓箭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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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世家 他的孩子 为什么要去做做做做做本机 弓箭跟那个 跟那个竹竹竹竹竹竹的 本机有什么关系 风马牛不相及嘛 那梁也就是 铸造东西的 的工匠 为什么要去学习做做皮衣 做毛皮 做貂皮大衣 球嘛 就是皮衣嘛 因为皮衣 你把它翻过来 毛皮的背面 那个皮是错的 摆像摆那一样 把它缝的 把它缝 拼接在一起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呢 简单讲 球就是 就是做皮衣 就是一个皮匠 皮匠用的活 那些皮刀 全部是很利的 而且他用的那个 那个轨迹 都是很危险的 比如说 他用的月形的皮刀 要这样画东西的时候 或者 要 像比如说修理皮鞋 你就会看 他们上拿很利的 利的刀 修鞋底的时候 那些东西 随便一碰到血管 马上就 马上就 就爆掉 碰到肌肉也是 马上就 无间不吹可以说 非常非常蜂蜜的东西 那 为什么说 他要 他学别 别种行业 是不是异业交流呢 其实 我最近发现到 因为我自己 天天在DIY 做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到 原来这些东西 都是有他的 一定的要求 比如我在工厂里面 我就规定 绝对不能有工商事件 在我任内 绝对不可以发生 绝对 不是相对 绝对 就是我一定要把 把所有的可能性 危险可能性 全部降到零 零灾害 那这些灾害 就要靠什么呢 就要靠我们 自己先做 先做了之后 知道 怎么样子来避免 比如说 你要用刀子推的时候 刀子 刃前面 绝对 没有 生物 包括你的手 都不会在那前面 你要使用什么 那时候 他的人体工学是怎么样 这都是个规矩 这些规矩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 拜师协议的时候 师父会教你 以前的人他是用什么方式 用打骂 当你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 他就打你 他要让你联系到 哎呀痛 所以你就会 不会拿那个刀子 拿那些工具随便乱玩 我说过有一集 我讲的手剑的事情 就不会有那些事情发生 所以克少基球 是这样来的 那梁野之子 干嘛要去做皮衣 而梁公之子 为什么要去编 编本集呢 你去编编本集 你就知道 你做一下竹工 你就知道了 竹子随时会裂开 超过他的韧性的时候 他就裂开 裂开很多次 会扎到你的肉里面 这些这些 你没有这些痛苦的经验 受伤的经验的话 你不会了解 某一些某一些 那个材料的物性 其实这就是要让你了解 物性 还有就是物理的性质 还有他的操作方式 安全作业 以上我正常跟各位分享 墨子学院 其他东西我们都可以在 录影来讲一讲 但是实际上刚刚讲过了 如果你要看墨变的话 这本书很好 我所看到的里面 连两起抄什么的 很多地方都被他否定 包括鲁盛在内 因为鲁盛太推崇墨子 太推崇就容易迷失 那其他的东西里面就是两项 一个工艺一个军事 军事里面包括武术 好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有很多人讲说 中国大陆的人 他这个墨家在中国大陆 会不会再复兴呢 我说不太可能 因为民族性 中国大陆也曾经搞过文化大革命 有这么大的伤痕 他没办法建立一个交相力 奸相爱的一个社会 而台湾呢 却有这个沃土 很多人都自己在做墨家的事情 而自己还不知道 墨家在行善 有很多人不理解说 他们为什么会帮人家守城 而且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有很多人说 墨家有黑社会 或者是地下组织的那种形式 其实这都是不了解 如果说你了解这些所谓的血性男儿 还有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你就不会这样轻蔑 去讲那些不必要的这些闲言闲语 我举两个例子 实际例子 关于行善这个部分 台湾有两个行善团 一个叫嘉义行善团 一个叫台湾行善团 我不是替他们打广告 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早台湾第一个行善团叫嘉义 那个这个嘉义是在 就在嘉义 嘉义县 但他后来他把那个名字改了 因为他的那个行善的范围扩大 他做什么东西呢 他的原始的创始人是一个工头 他是做土木的工头 他常常要去偏僻地方去做施工的时候 都要经过一些泥泥的路 或者那个围桥 危险的桥 他就想说他赚到的钱 他就要用他自己的钱来 去帮那个当地的人修桥铺路 修桥铺路 从那个烂桥他把它弄成好的 路不平的他们去铺路 他做这个嘉义行善团 是专门做修桥铺路 他不盖房子 那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改成那个义 左腹右翼的那个义 那第二个行善团是台湾行善团 这个这个比较年轻 这个行善团非常有意思 他是专门帮穷人盖屋 还有那个灾难过去 风灾水灾过去之后 大家无家可归的时候 他们去捐钱 他们去募款募款了之后 然后买材料 然后去施工 去帮他们盖房子 盖新房子 那其实这两个里面 都有很多的建筑的那个技术在内 而莫子他们做了行善的工作 就帮人家守城 另外他另外他还有生产团体 我在那个句子那一集我有讲过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在台湾发生 只是你把它串在一起 他就是末教 就是末教 也就是我讲的末子学院 这个我提醒大家注意 那这个行 这个像比如说 台湾行善团做的帮穷人盖房子 这不是台湾首创 美国最早就有 那同样的另外一个佛教团体 叫做慈祭功德会 大家也知道哪里有灾难 他们就到哪里去盖房子去救助 可是他是打着佛教的旗号 而刚刚讲的那个嘉义行善团 跟这个那个台湾行善团 没有宗教旗帜 末子也是没有宗教旗帜 他没有明显的是我叫做末教 没有是我说他是末教 他就是一个行善的一个基础 基础他的基础就是奸相爱 还有交相立交相立交相立交往 因此台湾这块土地里面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做末家的事情 而自己还不知道 我刚讲的那两个团体 其实他们就是末家的 应该算是末家的外事弟子 以上我认为跟各位分享 谢谢